一年糗糗的 不知道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有沒有味道 人要一裝車要改裝 我是姚大 今天是風和日麗的一天 我們終於要交車了 我們在Lexus新莊營業所 今天終於等到我們等很久的 MX200 你有期待嗎? 你看起來沒有很開心 小姐 今天要交的車呢 不是旁邊這台 我們的車子在後面 待會就跟著我們去看一下我們的車子吧 嗨 來交車了喔 對 我現在要準備什麼 準備錢 準備錢沒有 錢最後再說 拿錢來輸車 幫你準備一個VIP包廂 真的假的 來來來我們這邊 這邊請 有點驚喜 我看到了 看到了 哇 哇 這是只有交車的車子會進來的VIP室嗎 那個車車也是我們的嗎 對啊 真的假的 哇靠人家送我們這個喔 哇這個真的有驚喜耶 特別準備的 我覺得算是用得到 我們現在要請小姐幫你們做點餐 做一下 看要喝點什麼 我們有水 那大家可以讓你們看 好 好 我覺得這台車子 比我今天交車還開心 為什麼 意外的驚喜啊 那首先我們先確認一下我們的行照 就是看一下上面的資料對不對 好 好 OK 行照沒問題 那我們還有一個叫做牌照登記書 正常的話 它上面的資料一定是跟行照上面資料是一樣的 可以 好 那再來一張比較重要的 這叫做出廠證 我們再來是進口的 一定有一個這個證明書 所以這本你其實回去就收好 因為你應該不會去用到啦 我們就把它保存起來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鑰匙 其實總共會有三把 那因為現在缺晶片的關係 所以變成說 現在的所有的車主 只要是NX的 是會先給你兩把 一個就是卡片式的鑰匙 放包包就好 等於說它就是沒有按鈕打 但是你其實基本上 你用卡片的 你也可以去做開車的動作 有些人不想帶這麼大的鑰匙 他可能放皮包 這張是應該要多給兩張嗎 沒有它就一張而已 我們鑰匙都有一個專屬的一個號碼牌 所以如果你鑰匙搞丟的話 你有這個號碼牌的話 你知道說 可以重打 對重打 不要不建議一隻鑰匙蠻貴的 所以真的要 一千塊 我快錯完了 對所以這個一定要保留好 對要小心一點 再來就是這邊會有一些說明書 那應該不會有人要 其實我都跟客人說 你真的忘記了 直接打電話給我啦 其實真的會比較快 我們看一下交車裡 一把這個是折疊斬 然後這一把 雨傘 還有兩頂帽子 還有一個氣炸鍋 好像那三個贈品選一個吧 你看我比較要缺這個 剛好缺這個 對 車底是要交完了 交車底也看完了 再來我們就去看一下 我們的愛車 走吧 哇 你剛剛那個是驚嚇的配音 哈哈哈哈 你剛剛說 你的配音錯了 你要說 哇 真的是新車耶 這是我人生第一台新車喔 我的人生中呢 買四輪買過兩台 但兩台都不是新車 這台是我第一台的新車 我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為什麼會選這個車牌呢 是有原因的 我自己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在領新牌之前呢 我會到 監理站的網站上面呢 去把所有的號碼全部看過一遍 再決定說 我到底要選哪一個號碼 這邊我也整理出 全台灣監理站的一個號碼 提供給各位參考 不過這個是二月份的 那時候我看到這個BJP的車牌呢 我就覺得 欸這個車牌 也太適合Lexus這台車子 BJP的意思就是 By Japan的意思 6200呢 其實就跟我大黃蜂的號碼 一模一樣 加上我覺得 它後面是200 剛好我這台車是NX200 前面有一個6 有點666的感覺 覺得算是一個很吉利的數字 所以我就把 大黃蜂的這個6200呢 沿用到我現在這台NX200上面 講到日本 各位有沒有 非常的想要出國呢 我自己是非常想出國的 最想出國的國家 絕對就是日本 但是現在因為有小孩的關係 所以也沒有辦法 這樣說走就走 沒有辦法出國沒有關係 你可以讓你的手機出國 這支影片 感謝Surfshark VPN贊助播出 Surfshark VPN是一個非常方便的 虛擬私人網路 下載Surfshark VPN之後呢 可以在你的設備上面 不管是手機或電腦 一鍵的切換到其他國家 像是如果你在追劇的習慣 你就可以在Netflix上面 看到一些你平常看不到的影集 你有在玩手遊的呢 也是非常的方便 因為像是日本 就有很多遊戲 是台灣玩不到的 那你就必須要透過 VPN轉換不同的國家 才能夠下載 現在就訂購Surfshark VPN 輸入我的專屬優惠碼 萬死還可以獲得1.7折優惠 訂購兩年方案 再加送免費3個月 使用上有任何不滿意 享有30天內退款政策喔 現在就去下載Surfshark VPN吧 我貼的是那個GM的黑的格勒子 這是算是有加錢選購的 如果各位有喜歡的話 這個是可以加錢的 我覺得這麼黑的格勒子 看起來這樣 看起來是沒什麼問題 好喔 接下來我們教你車子的操作 我們鑰匙基本上放口袋 我們車門靠近 因為它現在有自動收折 我們輕輕開就可以上車 就可以發動了 那鎖車的話很簡單 下車之後輕輕摸一下 喔 你其實看收折就知道說 到底車子有沒有鎖住了 所以像就是中間這邊 你按一下就可以打開了 嗯 這是原本你們 有升級幾乎記錄器的盒子 我幫你放在這邊 這是原廠的踏墊 我有多送一組防水的 所以原廠我就先幫你保留了 然後還有送一個防水托盤 那它下面還有置物格 這就是我們的三角錐 它後面還有一些小工具 在最裡面 回去再打開看 那這個遮陽板 你不用的時候 它都可以去放在下面做收納 嗯 這個也是很輕鬆 對對對 你試試看 輕輕拉 然後你手再輕輕推一下 那 上車 好 好 上車 好 我覺得比較特別是 現在新的NX 它是做這種電子鎖 對 所以我們開門的方式 基本上你輕輕推 會聽到一個卡的一聲 對 往外一推就開了 那或者是它可以拉兩下 快速拉兩下 嗯 也是可以去做開門動作 嗯 現在跟車的操作很簡單 假設你現在用跟車 你就輕輕按它一下 比錶板這邊有個跟車 它就會亮 代表說跟車是開啟的 我們有一些主被動的配備 現在預設值都是打開的狀態 當然你們可以再依照喜好 可能把不要的關掉 但其實都還蠻好用的啦 我建議都是先打開 那再來下面就是一些 冷氣的調整 就是用手去觸控去滑 溫度用轉的 這邊有個行車模式 我們有三種模式可以做調整 有Eco Normal跟Sport 郁君應該都是Sport 我知道 你應該也是Sport 沒有 等一下你也可以試試看它的那個 Sport 他直接Sport 他直接Sport 哇應該剛剛好喔 可能要躺平咧 看一下 不行 不行 太大了 後座 等一下 好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完全一敗 這個車子呢 它有白色跟黃色 這個車子是算是它自掏腰包送給我 所以買車其實是沒有送這個車子的 如果你真的是非常想要的話呢 可以來他們這邊買 最後還是感謝我們的好朋友韋亨 它算是圓了我一個教新車的夢 因為從來沒教過新車 人生第一次 所以那個心情特別的興奮 感覺整個都不一樣 任職交新房嘛 買新車也是想說 就是求個好彩頭 新車新房 感謝韋亨 如果各位要買車的呢 真的可以找韋亨 不知道我的名字有打著嗎 沒有 盡量啦 盡量啦 就是可以送的呢盡量送給各位 像我這次買車有送什麼東西 就基本上我都會送可能我們的防水電 雨傘帽子 車廂托盤 整台隔熱紙跟行車記錄器 它其實送很多東西耶 對 還有一個小東西是鑰匙皮套 像是這個卡片式的跟鑰匙式的 如果你還沒有決定想要買什麼品牌 或者是還在思考要買什麼車的話 如果對Lexus有興趣的話 可以現在找韋亨 不一定要買 探車也可以 賞車沒問題 再來講到改裝的部分呢 我覺得這台車子真的是 感覺很多地方可以改 但現在零件還不是很多 第一個會想改的應該是輪框 輪框看起來太普通了 暫時可能先這樣 然後接下來可能 真的會有規劃想要改寬體 會不會是第一台新款NX寬體 絕對是拭目以待好不好 歡迎關注我的頻道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姚大 下次見啦 掰掰 爸爸的車車在哪裡 爸爸的車車不見了 這台嗎 妮妮是這台嗎 沒有 這台喔 哇 妮妮要做新車車嗎 哇妮妮你看新車車 你看 妮妮有沒有喜歡 妮妮讚嗎 讚嗎 讚嗎 好妮妮 妮妮讚嗎 妮妮